大家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生姜栽种 不用花大钱去购买,在家里也是能够繁殖生长 我们在使用生姜的过程中 这个生姜头啊,最小的生姜头最好保留出来 给它切除出来 然后你用到一些草木灰涂抹之后 晾上两天,栽种是比较好的 栽种的话,最好是一些粗核砂或者一些细核砂 用一个大花盘栽种下去就可以了 这样栽种下去,它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如果家里有大庭圆或者是大阳台的话 就是用到大花盘,给它这样直接栽种下去就可以了 最好是给它埋没掉,这样是比较好的 它就慢慢的生长出来的了 因为使用这种核砂的话,不绑结 而且它长的速度是比较的快的,比较的缝松 因为生姜是需要一些比较缝松的狙击栽种是比较好的 如果比较容易绑结的土砂,最好不要使用 就是不要摘种生姜,这样它长出来的姜是比较的小 比较的弱的 点到它冒芽之后,适当的给它补肥了 补肥的话,最好是以农家肥为主案 农家肥释放养分慢 释放养分慢了,就可以让它慢慢的吸收 它自然就长得比较的多的了 使用的话,最好是使用一些风干腐朽好的初间尾养分 撒到表面就可以了 撒到表面,适当的浇点水让它吸用了 它慢慢的散透了 这些生姜一旦吸收了,它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长大了 这样就很好的在家里自己摘种生姜了 这样就不用花大钱去购买生姜了 因为现在的生姜价格也是特别的贵的 只要把这些牙头保留出来摘种就可以了 好了,就继续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小致死点能够帮助到大家 好了,下期再见